我們看第一題 下一類幾個有關靜代物理實驗的敘述 哪一個正確? A 康普倫效應實驗中 散射X射線 波長的改變值 改變值德塔蘭塔 與陸射X射線的波長程度比較錯 因為德塔蘭塔 等於H除以MC 和電子的質量有關 跟電子的質量有關 其他都沒有關係 所以答案是錯的 跟波長的顏色沒有什麼關係 這樣看B 原子核摔電子 每放出一個α粒子 原子核的原子序少2 對啦 用你放出α粒子的話 α粒子原子序是2 所以你放出來就少2 那α質量數是4 所以你放出一個α粒子 質量數就少4 好 但每放出一個β粒子的話 原子序的話增加一對 因為那個β粒子的話是代負電子 你放出一個的話呢 就失去一個負號 那失去負號 那失去負號等於是增加一個正號 所以這是對的 所以B這個選項是對的 上看C 大塞五散射試驗中 α粒子受益極薄的金薄散射後 有些α粒子以大於90度的散射調整 這個對 就是非常接近 α粒子非常接近 等於是正面碰到 鹽子核 所以他就以 大於90度的方向 反彈 所以這是對的 這個對 有少數的 這個粒子的話呢 它是會反彈的 上看D 大部分的話是這樣過去的 少部分的話 直接撞到原子核以後就反彈 上看D 在光電力效應的實驗中 改變照射光的波長 會改變光電流的結子接量 這個對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 光子 HF 然後扣掉那個公寒數 等於 等於那個電子的最大動物 那電子最大動物的話 我用的結子電壓把它打住 所以就等於 所以我跟這個波長有關 這個對 就改變照射光的波長 改變頻率 這樣的話 截止電壓就會跟著改變 這個對 第一這個形態是對的 上看的E E他說在突然克以赫的血液中 電子在穿透拱真氣齒 啟動能的損失 是某特定 能量的整數倍 這個大致上也對 通常的話 這個 容易什麼呢 容易那個 被激發的都是N等E N等E 這個對 好像是4.9電子 撞一次的話 C4.9電子 撞兩次就是9.8 對不對 所以E也是對 所以答案你選 VCDE